OK 那這邊的話 那如果是 最後一筆表示說他現在 要從第二筆開始 因為第一列 第一列是那個 那個標題 所以這地方的話從第二列然後呢 如果反之的話他不是1048572 那就怎麼樣呢把找到的這個弱怎麼樣 加1 因為我要在下面那一筆資料才開始 做寫入的動作 所以呢我這邊你可以從這邊加了 或者前面我們好像範例是在這邊加了 就是在Sales這邊加1 也都可以兩種方式 不過你會發現了 在這邊加應該比較簡單 這邊只有加一次 如果你將來在Sales裡面加1的話 你要每一個都要加1 算起來當然 在這邊加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OK 那再來的話我要怎麼樣呢把他寫到 我指向的 這一個 比如說我這邊的話有 有幾筆 有這麼多筆對不對 那我就 直接 跳到這一筆是第13 那並且把第13加1就變第14 所以要怎麼樣寫到這邊來呢 其實就是Sales 有沒有 Sales 然後呢 Sales後面有兩個嘛 一個是列 列的話是 等於是13加1是4 所以寫到這裡是4 然後第幾欄 當然你也可以 這個後面你可以寫4 不過我前面講過了 有的時候你寫4 你還在那邊算 尤其你後面 英文數字越大的 比如說到Q好了 Q的話你 ABC 算半天 所以還可能算錯 你乾脆怎麼樣呢 用欄位的英文名稱會比較好 將來你自己看程式也比較看得懂 OK 在D欄 EF 到H有沒有 然後分別放什麼 你不要放錯了 借款金額什麼 其實就是W 有沒有 然後呢 Y的話 第二個是 放的是 Y什麼 Y是利率 對 你就一個蘿蔔的坑 你不要放錯就好了 OK 好最後的話呢 就是Random RandomPay RandomPay指的是 畫面上面 RandomPay指的是 那個表單上面的東西 表單上面是這個 RandomPay是這個東西 那當然 你這個程式撰寫的話呢 你可以怎麼樣呢 RandomPay呢 你可以直接 給他或者是後面加個點 什麼 點Caption也可以 Caption 這個可以省略也沒關係啦 但是如果標準的話 應該是要寫 指的就是說呢 那個label 那個表單裡面的什麼呢 裡面的 上面的那個文字 上面那個文字 也就 償還利息 有你繳多少利息的這個部分 然後分別 填上去之後的話 我們就完成這個部分 開始試試看 比如說再來 600萬 然後 2% 30年 開始計算一下去產生這兩個 並且新增一筆進來 OK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 OK 第2階段的程式 我會把它放在 各位參考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如果大家看待會兒 我們先看 在那邊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 我們先看